目前美国波音公司的大规模罢工仍在持续 门灾空中脱落 品控不佳 大规模罢工和裁员 波音公司今年初以来负面新闻不断 似乎在困境中越陷越深 14号 波音公司西海岸工厂 约33000名员工的罢工仍在继续 罢工自9月13号开始 劳资双方迄今为就薪酬问题达成协议 持续了一个月的罢工 导致波音公司生产中断 消耗大量资金储备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安德森经济集团的分析显示 罢工已给波音造成近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另一方面 受裁员等负面消息影响 14号 持续低迷的波音公司股价又下跌1.3% 此前11号 波音公司宣布 计划在全球范围裁员约10% 涉及约17000个岗位 包括高管 经理和普通员工 波音首席执行官凯利·奥特伯格 在最新一份内部备忘录中提醒员工 对公司脱困的艰难性要有清醒认识 按时公司后续会采取更多激烈措施以改善状况 除裁员外 波音公司11号还宣布再次推迟交付777X型客机至2026年 777系列客机为波音在产最大宽体客机 777X飞机交付时间一再推迟 已比原计划迟了大约6年 波音公司经营遭遇困境之际 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纷纷考虑调整对该公司的评级 标准普尔表示 由于持续罢工导致亏损和停工 该机构正考虑下调波音公司的信用评级 慧玉则强调波音经营风险增加 但尚未宣布评估结果 彭博社评论称 波音公司扭亏为盈的计划 仍面临许多不确定因素 多重负面新闻 暴露了波音公司及其供应链的质量控制漏洞 以及持续了25年的腐蚀性文化 即让减成本和赶进度的压力渗透到决策过程中 按美国民航监管机构 联邦航空局方面的说法 波音公司要恢复 所需时间可能不止数月 而是数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